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4月14号周日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西北温健康生活研讨会 将于下周四4月18号进行 分享简易花园滴罐搭建 应对夏季限水挑战 同时获得豁免市场交易代表 免费培训机会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到西北温美丽健康沙龙群 参与互动 有人在街上都受便宜的黄金首饰 励志文市警方提醒大家 小心上当受骗 这些人也许带着孩子 假称家里有人得病 利用人们的同情心 便宜变卖首饰变现 温哥华都会区劣志文市警方提醒 有人在贩卖假黄金首饰 或者趁着受害者 拾戴假首饰的时候 把受害人真的首饰 一同取下偷走 警方表示已经收到 四起类似的假首饰诈骗报警 大家要提高警惕 一旦遇到赶紧离开并报警 BC省卫生部门宣布 在温哥华推行在家中医院护理计划 让患者享受更舒适 更安全 更有独立性的服务 这项服务已经在温哥华岛卫生局 推广实行了一段时间 现在来到温哥华延安卫生局 包括温哥华总医院等 包括败血症 肺炎 慢性阻塞性肺病 以及脱水症等疾病的患者 都可以在家里接受药物管理 实验室诊断 净买书业等服务 据央视网报道 这段时间正在举办的 2024年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 成为北京市民买书看书的打卡地 北京阅读季 北京书市也将在下周相继拉开帷幕 推出白场精彩文化活动 进一步引领全民阅读风尚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速播放 订阅